环游中国之马鞍山,今天来到了河县陋氏公园 当年刘宇熙被贬河州,在简陋的住所创作出了著名的陋氏名 咱们一起看看陋氏长什么样子 刘宇熙在担任监察玉池期间,参加了王淑文的永征革新 因革新失败,开启了起义长达23年的外放生涯 河州只是他其中一战,出来河州就被知县调难 先是被安排住在陈南江边 刘宇熙写下了面对大江关白番,身在河州司征便 知县很生气,又给他重新安排住所,搬到了陈北德胜河边 房间从三间捡到了一间半 刘宇熙又写下了垂柳清清江水边,人在丽阳心在京 最后知县又给他搬家了,搬到了城中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 在这座陋氏内写下了刘方千古的陋氏名 并请人磕在石碑上,立在门前 这就是陋氏门前的那块石碑,刘宫全所述 陋氏始建于唐长庆四年 原来只是一间茅草屋,经过历代的修缮与扩建,如今有九间屋 左右两边是刘宇熙的介绍 右边是刘宇熙深屏世纪展 刘宇熙自梦德,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 有诗豪之称 真元九年,22岁的刘宇熙与柳宗园同榜京市基地 先后担任太子教书,节度长书记 魏南县主部监察御史等职 最后因其参加了王淑文的永真革新 并遭受失败,女次被贬,越贬越远 先后担任了波州、年州、奎州、河州、苏州、汝州、铜州等地刺史 在被贬期间写下了陆世明、竹之词等名篇 会唱二年并逝于洛阳,享年71岁 最正户部尚书,葬于河南形阳 刘宇熙的生平充满了坎坷与奋斗 文学方面可以说是才华横溢 他的作品也因其深刻的思想与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广受赞誉 左边这一间是刘宇熙在河州 刘宇熙被外放了23年 先后在多处担任刺史 其中在河州担任了两年 刘宇熙在河州任上非常注重体恤民情 先后参与了智女在荒、心修水逆 她不仅积极地致力于政务民事的处理 还非常注重文学创作 先后创作了陆世明、河州刺史听避迹 丽阳书士七十运等作品 反映了刘宇熙豁达的生活态度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这块是民国六年 领南金宝福复刻的柳公权陆世明 但是在文革时期遭到了破坏 对你们这一间应该就是当年的陆世了 正中央是刘宇熙的塑像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丝是漏事 唯无得心 台横上几绿 草色入莲青 谈笑有红柳 往来五百丁 可以调肃琴 月金晶 无私主之乱儿 无暗独之劳行 南阳诸葛卢 西蜀紫云亭 孔子云 何漏之有 咱们沿着陆世公园 一路向南 还有很多景观 这里是河县我庙 始建于元大德八年 我庙是人们供奉孔子 以及历代先贤的庙宇 咱们已经看过很多我庙了 就不进去看了 就只有这么一间 沿着中州县继续往南 还有一座城楼 镇淮楼 镇淮楼又称 古脚楼 古楼 桥楼 始建于南宋 宋宁宗年间 历代多有重修 现存的是光绪十七年 芝州罗西筹重修 这里在南宋时期 是宋经对垒的前沿阵地 最早叫做镇守长江的关爱 镇江楼 城门坐北朝南 正面写着镇淮楼 取自淮南之番级 江表之宝障 因为历代攻打江南 都要从这里过江 所以尤为险要 背面写着鲁门 城楼上面有一座两层阁楼 可以登上去 咱们上去抽抽 城墙专上还写着字呢 分别写着 芝州罗西筹都造 光绪新茂春 原日原味 货真价实 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 但是咱们热情不减 到城楼上面来看看 格鲁尼也有两块匾额 分别是南来第一 江天一柱 当年朱元璋 柱诗河州期间 曾在镇淮楼 饮酒赴食 后又由河州 渡长江 取采石 克吉庆 最终成功统一全国 沿着这个镇淮街 继续向南 还有很多建筑呢 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咱们继续往南 来到了四牌坊 由四座石牌坊组合而成 这是清朝的嘉庆皇帝 为了表彰明清之计 河县马氏家族的终结而建 马氏家族在明清两朝 均为皇帝所信任 六代为官 人才辈出 德高望重 四牌坊的四面分别写着 祖孙靖氏 父子同科 六世成恩 两朝经节 在往南还有一块牌坊 叫做大清兆 也和马氏家族有关 始建于明代 明代的都城南京周边 是中央直属的清兆地区 河县的马氏家族 三代都担任清兆营 这一重要官职 朝廷为了表彰 马家的卓越贡献与地位 便带他的老家 河县建立了这座大清兆牌坊 继续向南 这个是河阁 传统的中国建筑元素满满 河阁里面是宁散之 树画院 宁散之是河县著名的 尤其善于草书被后人誉为草圣 他的草书作品被誉为宁敌 宁散之和李志敏 被人们称为南宁北敌 他们共同代表了中国当代 书法艺术的巅峰水平 再往南来到了德胜河边 德胜河上有一座古桥 郑淮古桥 郑淮桥和郑淮楼一样 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得名 古代这里一直是木桥 现在正在维护保养 上不去啊 咱们只能在下面看看 最后德胜河对面 还有一座古塔 文昌塔 也在维修 咱们就不过去看了 这座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七层砖木结构 当时的河州文峰不振 建这个塔就是希望文峰长盛 文昌塔还是一座鞋塔 不是自然倾斜 日军曾在这里炮击文昌塔 但是塔没有倒倾斜了 好了 河州县城我们就逛在这里了 接下来去一下霸王祠 天气转晴了 鞋上面好脏啊 找个小水坑洗洗鞋 狗哥 出来扎道 请多指教狗哥 流氓狗 爽流氓了 打他 霸王祠在河县的乌江镇 距离县城有20公里 咱们现在去七乐镇坐车 买两个乌江山 边吃边去乌江 很特别的体验 咱们在河县七日站门口 公交站台坐101 就可以直达乌江的霸王词 车费是3块钱 现在咱们经过普及 这里已经是乌江地界了 距离乌江阵场还有13公里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 咱们到了乌江镇了 乌江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 再次建立的乌江县 因长江的支流乌江河 流经县城而得名 到了明朝废除了乌江县 当时的乌江镇还是很大的 如今却被一分为二 分属两省 乌江北岸隶属于南京市浦口区 人称南乌江北乌江 霸王词位于乌江南岸 安徽景岭 下车了 路名很酷啊 项羽南路 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个牌坊 沿着个霸王词牌坊向你走 一公里就到了